春节期间,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敦敦销售火爆,出现一敦难求的局面,实现一户一敦,成为当下许多人最想完成的新年小目标。 记者了解到,2月13号,新一批冰敦敦忙碌玩具已经冒着风雪底巾。 14日上午9时,记者在北京王府井步行街北京2022官方特许商品旗舰店看到,门前已经排起了长队,一层店内在售的冰敦敦类产品并不多。 记者了解到,当天新年的冰敦敦并没有上架,而是用来满足预售的兑付工作。 2月14号,那么来去提前兑付。 我家这个孩子在新疆之边,他是一个叫师之边,然后呢,带去呢,给他一个新疆的小学生们看,然后让他们也有这种熬云意识啊,什么的,就是这种一个想法。 预约的时候说是2022能取,结果还提起来了,挺好,只要今天还亲人节,只要送我女朋友。 何时才能实现一护一吨呢? 牛少表示,待兑付工作完成,冰敦敦陆续到货后,会第一时间投放市场。 兑付完之后,我们再进行这个具体的一些销入工作的开展,这是整个的一个整体安排,那具体的数量呢,我们也是根据这个整个的配给的数量,陆续到货之后,我们才会给大家这个马上的,就是在第一时间吧,投放市场,让大家不要再等待这个冰敦敦。 据悉,2月13日起一周内,将有3.5万只冰敦敦毛绿玩具,自南方厂家陆续入京,预计冬残奥会开幕前可达10万只。